我叫陈思薇 然后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动画系 1998年出生 现在我正在做自由职业的动画师 我的作品大多偏向于自然系 然后我喜欢清新自然水彩的风格 在我幼儿园的时候 然后我的腿摔破了 我当时不想涂药水 我觉得那个特别丑 然后我妈就在我腿上 用药水画了一个小猫咪 我当时就很惊讶 就是那种凭空造出一个东西的感觉 让我觉得很好 所以直到现在呢 就是比如说我做完一段动画 我会看到它在屏幕里 栩栩如生的就凭空出现了 动起来了 那种感动是到现在还会打动我的 在我们的生活里 也许也有很多东西是很美的 但是很难让每一个人都去注意到它 但是动漫呢 作者通过各种精彩的演绎和人物的表演 然后你就会和它一起快速地感同身受地 去进入到一个精彩的世界里 我认为这是动漫被大家喜欢的原因 动画这个领域作为一个文化的环节 一定是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